李湘君虽然施展了变幻形体的秘书,但是在他这种花场老手的眼中,一眼就看穿了李湘君的伪装。 李湘君被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较破身份,顿时不由露出几分慌乱的神色。 他勉强定了定心神,说道, 李湘君想用这个话题转移众人的注意力,让众人不要关注桃花飞贼刚才对他的称呼。 反正在景顺城这么多年,也有人故意这样叫自己。 只要桃花飞贼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下去,其他人就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桃花飞贼文言冷笑了一声,说道, 本天尊是什么人,岂会如此容易被欺杀? 就凭疯老头,他有这样的本事? 当初,本天尊只不过是中了他们的埋伏,这才被他们侥幸得手而已。 桃花飞贼一万多年前,为祸丰元王朝, 由于他主修的是阴阳双修的邪术,危害了不少宗门的女子, 甚至一些大宗门宗主的妻女都被桃花飞贼给祸害了。 桃花飞贼的种种作为惹得天怒人怨, 那些大宗门宗主岂能忍得下这口气? 最终,各方强者悄悄联合起来, 在桃花飞贼一次作案的过程中设下了埋伏, 把桃花飞贼重创。 那一次针对桃花飞贼的埋伏, 连桃花飞贼的太上老祖都亲自出手了。 桃花飞贼胆大包天, 认为桃花飞贼王朝中无人能治得住他, 所以刑事肆无忌惮, 把桃花飞贼的皇后都给祸害了。 这件事情使得桃花飞贼脸上无光, 若不把桃花飞贼给诛杀掉, 桃花飞贼简直没脸见人。 桃花飞贼的这一次作案, 直接把枫元皇族的太上长老都惹了出来, 这才导致了他后面的杀身之祸。 那次的围剿之中, 若非枫元皇族的太上长老出手, 以桃花飞贼的实力, 那些宗门的各大强者还真未必能够奈何得了他。 桃花飞贼虽然在枫元王朝声名狼藉, 但是实力也是公认得强大。 只是, 在枫元皇族太上长老决定出手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桃花飞贼的命运。 桃花飞贼太过低估那老怪物的可怕了。 不过即使如此, 最终桃花飞贼还是在围剿之中逃出了重围。 只不过, 由于受伤势太重, 桃花飞贼自知命不久长, 于是在自己水府之中布置下百师大阵, 想用百师大阵给自己续命。 只可惜他所受伤势太过沉重, 百师大阵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他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 那百师大阵就是楚剑丘等人 在之前那个巨大的石石之中看到的那三十多具的巨观。 这些巨观之中装着的都是尊者镜的强者。 这些尊者镜强者被桃花飞贼生生封禁在那些巨观中, 然后使用阴毒无比的秘法给活迹了。 桃花飞贼在施展秘法活迹这些尊者镜强者的同时, 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后手。 他把自己水府的地图故意泄露了出去, 以防止自己用秘法续命失败, 还能够吸引后来者进入水府中, 让自己还能有夺舍的机会。 只不过让桃花飞贼没有想到的是, 他这一等居然整整等了一万两千年, 这才等到有人拿着他的地图闯进水府之中。 由于漫长时间的流逝, 桃花飞贼连一缕残魂几乎都要熄灭了。 若非卖银双这次开启水府, 再等个一两百年的话, 他就真的要彻底地陨落了。 此时桃花飞贼虚弱的, 连自己在黄金巨罐中布置下的禁制都已经打不开, 只能是引诱着众人一步步深入水府, 直到送到自己面前来。 而水府中那些死去的舞者都被他用特殊的秘法牵引契机, 把那些舞者的升级牵引到黄金巨罐中, 用来补充自己的能量。 只可惜, 这批进入水府中的舞者整体实力实在是太弱了, 这么一点升级对他的神魂补充简直是杯水车薪。 好在, 后面有一个尊者敬舞者闯进了水府中, 被他启动百世大阵最后的力量重创, 从那名尊者敬强者身上吸收到不少能量, 这才让他的神魂恢复不少。 若非如此, 他还真没多少力气对卖银霜进行夺舍。 桃花飞贼缓缓地扫射了众人一眼, 笑着说道, 很好, 很好, 还好你们来得早, 否则本天尊还真要烟消云散了。 只要把这剩下的人全都吞噬掉, 他就能勉强度过虚弱期。 桃花飞贼此时不由暗自庆幸, 当初幸好向一名邪修学习过那些吞噬升级的秘书, 否则他很难迅速地恢复自己的修为实力。 等他出了水府, 到时候就又是他的时代到来了。 以他的天资, 想要恢复到巅峰时刻, 也用不了多少时间, 毕竟这水府之中收集的资源不少, 只需再过一两百年, 他就又能拥有驰骋天下的实力了。 等到他出去之后, 要对那次围剿他的宗门一一清算这一笔老账。 楚剑秋等人被桃花飞贼这目光扫过, 顿时心中凉气直冒, 此时他们哪里还不知道, 这个水府就是桃花飞贼埋下来的一个陷阱, 专门等着别人送上门来。 众人一阵面面相去, 忽然击击朝桃花飞贼扑去, 既然双方注定不能善了, 那就只能是先下手为强了。 这一次, 众人都不敢再隐藏实力, 全都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桃花飞贼给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远远不是外面那些怪物所能比拟的。 外面那些怪物的实力虽强, 但是毕竟灵质不高, 这些生前是尊者境的强者, 在被桃花飞贼活计了之后, 自身实力流失大半。 现在只不过是一些失变之后的怪物而已, 空有一身力量, 但是在战斗经验方面却很缺乏, 基本上都是凭着本能在战斗, 但是桃花飞贼却不一样, 这位前生可是天尊敬的大能。 虽然如今刚刚苏醒夺舍, 实力远不能和巅峰时相比, 但是在战斗经验和对道法的领悟方面, 却远非他们所能比拟的。 面对这种顶尖大能, 再隐藏实力那简直是和找死无疑。 蔡云飞直接化作了一团烈焰, 无论是身体还是手中的长枪法宝, 都散发出难以想象的恐怖高温。 李湘君手中长剑一挥, 十数道锋利无比的锋刃凭空出现, 高速旋转着才朝桃花飞贼绞杀而去。 孟贤手中竖道灵符一抖, 驾驭着数条火龙, 咆哮着朝桃花飞贼扑去。 白广双手一挥, 两条粗大无比的水流缠向桃花飞贼。 楚剑丘手中法觉掐动, 一座沉重无比的大山虚影朝着桃花飞贼当头压下。 一只边缘带着青白色火焰的轮子, 高速旋转着朝桃花飞贼划去。 与此同时, 楚剑丘神念一动, 数十柄长剑法宝出现在深州, 无情道义在剑阵中流转, 最后化作一道灵力无比的五行剑翼朝桃花飞贼批去。 与这道五行剑翼一道朝桃花飞贼批去的, 还有楚剑丘手中那柄缭绕着雷雨火的长剑。 这一次对桃花飞贼的围攻, 众人可谓是手段进出。 尤其是楚剑丘, 一下子祭出了四大杀手锏, 体内真元犹如流水般, 急剧消耗着。 如此强大的攻击的围剿之下, 即使是神灵净强者, 也得在这些强大攻击中隐恨。 桃花飞贼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一丝冷笑的神色。 手掌一张, 一柄桃花折扇出现在手中, 桃花飞贼一挥折扇, 漫天桃花虚影出现在半空中。 桃花飞贼折扇连挥, 楚剑丘, 蔡云飞, 李湘君, 白广和梦贤都被击得, 犹如炮弹一般, 横飞出去, 一个个撞在大殿的石壁上, 把石壁撞得塌陷进去, 裂开一道道, 珠网般的裂痕。 而楚剑丘等人, 被强大的力量撞击得, 几乎陷入了石壁之中, 其中, 有以梦贤最为凄惨。 这几人之中, 梦贤的实力是最弱的一个, 由于刚刚突破神玄境不久, 他的身体强度远远比不上蔡云飞等人, 此时被桃花飞贼这一击之下, 几乎直接要掉了半条命, 此时欠在石壁中半死不活, 气若犹思。 不过, 桃花飞贼击退众人, 看似轻松, 其实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麦银霜这具躯体, 毕竟在之前, 只不过是半步神灵境的修为。 他在夺舍之后, 让这具躯体强行提升境界, 本就让这具躯体产生比较大的压力, 如今, 再做出如此强烈的真元输出, 对这具躯体的负荷更大。 而且, 楚剑丘、 蔡云飞等人, 每一个都是天之骄子, 虽然境界不高, 但是战力却不弱, 那些攻击杀伤力巨大无比。 如果是换作桃花飞贼巅峰时刻, 对于这些攻击自然不会放在眼里, 但是, 以他如今的状态, 这些攻击却对他产生了不小伤害。 不过这些人即使战力再强大, 但是毕竟和他的差距太大了, 即使连起手来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在刚才那一下交手过程中, 这些人应该已经丧失了大半的战力, 接下来他可以慢慢地把他们给收拾掉, 不过正当桃花飞贼, 感觉十拿九稳, 精神松懈下来的时候, 忽然眼前一道黑芒一闪, 一股巨大无比的威胁袭来, 这道黑芒为时来得太快了, 而且正在他精神松懈的一刹那袭来, 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 一下子打了桃花飞贼一个措手不及, 桃花飞贼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就被这道黑芒正面击中, 这道黑芒一闪而逝, 瞬间没入他的眉心, 桃花飞贼顿时全身一僵, 如遭雷击, 瞳孔缓缓溃散, 这道黑芒专门针对神魂攻击, 在强大无比的攻击之下, 桃花飞贼刚刚觉醒, 而且经历过夺舍后正处于脆弱期的神魂, 瞬间被这道黑芒给重创, 此时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晕蒙之中, 快趁这个机会杀掉他, 要不然等他缓过神来, 我们都得死, 楚剑秋顿时对众人叫道, 他在千军一发之际, 利用碎魂缩发动汉神术, 对桃花飞贼造成了致命一击, 汉神术在碎魂缩的加持之下, 威力提升了数倍不止, 不过在威力提升的同时, 对楚剑秋的神魂之力的消耗也同样巨大无比, 只是发动了这么一击, 楚剑秋的神魂之力就已经被完全抽空, 此时楚剑秋的脑子完全处于一种眩晕的状态中, 由于神魂之力的过度消耗, 此时他脸色发白, 额上冷汗直冒, 即使是对众人叫喊, 也是强撑着一口气, 否则如果他还能动得了, 不用让众人出手, 他首先就已经趁着这个机会对桃花飞贼发起攻击了, 听到楚剑秋的叫喊, 众人也看出了桃花飞贼此时状态的不对劲, 楚剑秋刚才那一集可以说为他们创造了绝佳的机会, 李湘君挣扎着从石壁上下来, 强撑着身上的伤势, 长剑一挥, 一道灵力无比的锋刃剑气, 朝桃花飞贼劈了过去, 不过在击出这一击之后, 李湘君便摔倒在地上, 再也爬不起来, 在承受桃花飞贼强大无比的攻击之后, 他本身受伤就沉重无比, 光是肋骨就不知道断了几根, 此时拖着伤势强行发动这一次攻击, 更是伤上加伤, 顿时再也支撑不住, 蔡云飞同样强撑着从石壁上下来, 手中长枪用力支出, 化作一道耀眼的光芒朝桃花飞贼飞去, 哄哄, 桃花飞贼承受了李湘君和蔡云飞的这一击之后, 全身顿时鲜血淋漓, 尤其是蔡云飞的那一枪, 直接把桃花飞贼给钉在了石壁上, 长枪上的烈焰直接在麦银霜那躯体上燃烧起来, 再加上李湘君那一箭残留在上面的风之力量, 烽火交织, 顿时使得麦银霜那具躯体逐渐被烧成了一具焦炭,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桃花飞贼还能够存活, 也不能继续使用这具躯体了, 不过即使如此, 楚剑秋的心神依然不敢放松下来, 桃花飞贼, 这种曾经的天尊敬大能, 对他再提防也不为过, 谁知道他还会不会有什么后手, 正在楚剑秋紧紧盯住麦银霜那具躯体的时候, 此时忽然感受到, 一股晦涩的神魂波动朝自己袭来, 楚剑秋由于此时神魂之力浩劫, 毫无抵抗之力便被这股神魂波动侵入了自己的尸海, 楚剑秋意识到, 这是桃花飞贼的残魂从麦银霜那具躯体上出来了, 又想要趁机夺舍自己, 不过当那缕神魂波动进入自己尸海的时候, 楚剑秋反而是真正的放下心来, 楚剑秋根本就不担心自己会被桃花飞贼夺舍, 就怕他不进来, 有着混沌至尊他在自己尸海里面镇守着, 楚剑秋最不担心的就是这类夺舍秘书, 莫说是桃花飞贼如今只剩下这么一缕虚弱无比的残魂, 即使桃花飞贼在全盛的时候, 想要通过自己的尸海夺舍自己都不可能做到, 当初在荒达大陆世界碎片的时候, 苍原道人就是前车之剑, 夺舍自己不成而今反而被自己所致, 当然, 对于苍原道人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毕竟能让神魂在混沌至尊塔这种无上至宝中待着, 这不知道是多少残魂类的生灵梦寐以求的事情, 不过对于桃花飞贼, 楚剑秋可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当初楚剑秋之所以让苍原道人在混沌至尊塔待着, 那是看在苍原道人并非什么十恶不赦之人, 给他一个生的机会, 而且当时苍原道人对自己也有大用, 苍原道人这才侥幸留得一命, 但是对于桃花飞贼这种人, 楚剑秋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他继续活下去, 更遑论让他的残魂呆在混沌至尊塔中蚊养了, 桃花飞贼的残魂刚刚进入楚剑秋的石海, 见到那座巍峨苍茫的黑塔时, 心中顿时震撼到了极点, 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楚剑秋的石海中居然会有 这种上古神器, 本来他被楚剑秋使用的碎魂缩重创了神魂之后, 那缕残魂已经虚弱到了极点, 而楚剑秋恰好此时神魂之力浩劫, 可以说是最好的夺舍对象了, 而且楚剑秋以区区神人静出气的修为, 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战力, 这具躯体的潜力资质不知道比起卖银霜好上多少倍, 如果能够把楚剑秋夺舍成功, 说不定自己能够取得比前身更高的成就, 也有可能, 毕竟即使是他的前身, 也难以做到像楚剑秋这般妖孽, 但是桃花飞贼无论如何都想不到, 看起来最好捏的软柿子, 实际上却是最为扎手的硬查, 当桃花飞贼想要退出楚剑秋的十海的时候, 却已经为师已晚, 一道光芒从那黑塔中射出, 轰在他的残魂上, 把他的残魂轰得消散, 化作了最为纯粹的神念之力, 变成了滋养楚剑秋神魂的养分, 楚剑秋得到这股神念之力的补充, 虚弱的神魂顿时恢复了几分, 想起刚才那种疲惫欲死的感觉, 楚剑秋有自有几分不舒服, 看来以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绝对不能动用碎魂缩了, 你妈, 这东西对神魂之力的消耗, 简直是要人命, 神魂之力消耗一空, 比起真元浩劫更加要命, 真元浩劫至少还能够动用神念之力, 也还能施展其他手段, 但是神魂之力一旦浩劫, 随时都会进入昏迷状态, 连动弹都艰难, 更不用说继续战斗了, 当初中傲如果不是用碎魂缩对付自己, 他也不会死得那么快, 现在楚剑秋, 蔡云飞, 李湘君, 孟贤四人, 基本上都失去了战力, 只剩下白广还能动弹几分, 毕竟在最后关头, 楚剑秋让众人对桃花飞贼出手的时候, 只有李湘君和蔡云飞两人出手, 白广当初并没有听从楚剑秋的话, 所以战力最高至一拨人之中, 也就只剩下白广还能有几分战力, 此时白广从石壁上挣扎着下来, 目光从楚剑秋, 蔡云飞和李湘君等人身上扫过, 眼中闪过一抹意味难明的神色, 如今整个水府中的大敌已经消除, 剩下来的就是对宝物机缘的争夺了, 这个大殿之中的宝物并不少, 卖银霜之前太过注重黄金巨棺中的机缘了, 所以对大殿中的其他宝物并没有收取多少, 而且最重要的是, 那个黄金巨棺中的宝物机缘并没有被卖银霜拿走, 而黄金巨棺之中的机缘必然是最大的, 桃花飞贼一生最为重要的宝物可能都放在里面了, 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想象的诱惑, 即使是景顺城四大世家的家主这样的人物, 面对这个大殿中的宝物资源估计都会因此而大打出手, 白广看了眼众人, 心中正在犹豫着要不要对楚剑丘等人下手, 他倒不是心中不忍下手而犹豫, 而实在是对这些天之骄子太过忌惮了, 谁知道他们还有没有留下什么厉害的杀手锏, 尤其是楚剑丘, 白广对这青山少年的忌惮游深, 因为这青山少年这一路的表现为时是太过惊艳了, 杀手锏一个又一个, 手段层出不穷,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还隐藏着什么厉害底派, 如果白广还处于巅峰状态, 他自然会毫不犹豫地出手, 关键是他目前只比楚剑丘等人稍微好一些而已, 桃花飞贼之前的一击对他造成的创伤也非常沉重, 白广在想了一阵之后, 决定先把伤势养好了再说, 他取出从楚剑丘那里购买的恢复真元的丹药符像, 盘坐在地上, 开始调息恢复真元, 楚剑丘对站在远处的孟山有气无力地说道, 孟山, 过来拉我一把, 在接连祭出这么多的杀手锏的情况下, 楚剑丘真元浩劫, 神魂之力消耗一空, 加上身受重伤, 此时他连从石壁上下来的力气都没有, 孟山听到这话, 连忙跑到楚剑丘跟前, 伸手拉住楚剑丘的身体, 把楚剑丘从石壁上扯下来, 楚剑丘从石壁上掉落下来之后, 用那因为吸收了桃花飞贼残魂而恢复的那么一点神念之力, 取出玄剑宗的特制疗伤丹药和恢复真元的丹药服下, 服下这些丹药在稍微缓过劲来之后, 楚剑丘又把这些丹药交给孟山, 说道,把这些丹药也给孟贤和李湘君他们服下, 孟山文言顺从地接过这些丹药, 先跑到孟贤跟前, 为孟贤服下这些丹药, 此时孟贤的状态为时是太过凄惨了些, 生命气息微弱无比, 孟山一时都不敢把他从嵌入的石壁中扯出来, 他担心对孟贤动手之后, 更加加剧孟贤的伤势, 使得孟贤就此一命呜呼, 那可就麻烦了。 孟山在为孟贤服下丹药之后, 又跑到李湘君和蔡云飞面前, 给他们服下丹药, 此时这两人比孟贤好不到哪里去, 全身像死狗一般摊在床上动弹不得, 连张嘴都困难, 这让孟山不得不把他们的嘴巴捏开, 这才把丹药喂了下去, 在给李湘君喂服丹药的时候, 望着李湘君那绝美无比的脸庞, 孟山不由一阵, 怦然心动。 手指触碰到李湘君那滑如凝脂的肌肤, 他脸上不禁露出几分飞红的神色, 李湘君长得实在太好看了, 怪不得景顺成那么多女子, 明知道李湘君风流成性, 都还心甘情愿地爱上他。 若是他和李湘君长期相处下去, 估计也会忍不住对李湘君心动吧? 他不敢在李湘君身边待太长时间, 否则一个不小心自己也对李湘君动了心, 那可就麻烦了。 白广见到孟山前前后后地奔跑, 给李湘君等人喂服丹药, 李湘君等人是真的全都丧失了战力, 连动都动不了。 此时白广心中不由生起几分懊悔, 早知道刚才就应该直接对他们出手, 自己还是太过谨慎了, 以至于错过这样的良机, 白广缓缓从地上站起来, 他此时也顾不得调养伤势和恢复真缘了。 此时楚剑秋等人刚刚服下丹药不久, 药力应该还来不及散发出来, 此时也还是出手的好机会。 若是再措施这样的机会, 等到他们的伤势恢复了过来, 就再也难以找到这样的良机了。 不过在白广站起来的时候, 楚剑秋却向他看了过来, 脸上露出了几分似笑非笑的神色。 白广见到楚剑秋这样子, 心中顿时不由一击, 这伙究竟是真的伤得这么重, 还是装的, 就是故意等着引自己上钩。 就在白广那惊异的目光中, 楚剑秋缓缓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全身发出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 这很显然是体内骨骼重新组合。 在和桃花飞贼交手的时候, 他们都被桃花飞贼那一击打断了不少骨骼, 就算是白广现在体内的骨骼都还没有完全恢复, 难道楚剑秋的伤势居然恢复得如此迅速? 只是服下丹药这么短的时间, 就已经恢复了体内的伤势。 白广有些怀疑楚剑秋这是在故弄玄虚, 目的就是在故意吓唬他。 不过就在他那怀疑的目光中, 楚剑秋体表的伤势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迅速恢复着。 他就这么眼睁睁看着楚剑秋体表那些伤势, 就这么迅速地长出肉芽, 继而恢复如初, 整个过程都用不了十个呼吸的时间。 白广心中震撼无比, 难道这是楚剑秋刚才服下的丹药所起到的效果? 他刚才注意到, 楚剑秋先后服下了两种丹药, 一种就是卖给他的那种恢复真元的丹药, 一种是他从来没有取出过的丹药。 白广心中惊疑之下, 又转头朝蔡云飞等人望了过去, 只见此时原本像死狗一般趴在地上的蔡云飞, 已经挣扎着坐了起来。 体表的那些伤势, 虽然不如楚剑秋恢复的速度那么迅速, 但也的确是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恢复着。 白广这一下是真的被震撼到了, 此时他哪里还不知道, 在刚才楚剑秋拿出的那些丹药中, 其中有一种必然是疗伤丹药。 想到楚剑秋恢复真元的丹药都那么有效, 这些恢复伤势的丹药效果神妙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货隐藏得可真神啊。 白广此时心中不由一阵后悔不迭, 刚才真的是错失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啊。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 他更不敢对楚剑秋等人出手了。 谁也不知道楚剑秋等人的实力究竟恢复了几成。 楚剑秋见到白广还在迟疑中, 心中不由暗自松了口气。 如果现在白广对他们出手, 他们估计都是凶多吉少。 这些丹药的疗效如何, 楚剑秋自己心知肚明。 体表的伤势恢复起来容易, 但是体内的伤势恢复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 此时蔡云飞和李湘君也仅仅只是能够动弹而已, 其实还是半点战力都发挥不出来。 而楚剑秋虽然因为自己无上无体的变态恢复能力, 再加上这些疗伤丹药的双重效果之下, 体内伤势的确已经恢复了七七八八, 就连真缘也已经恢复了不少。 但是关键是他的神魂之力依旧是处于一种枯竭状态, 此时根本发挥不出多少战力来。 此时若是白广对他出手, 楚剑秋根本没有多少抵抗之力。 虽然不至于任由宰杀, 但很显然他只能够勉强自保, 而难以护住其他人。 正在白广和楚剑秋默默对峙着双方各怀鬼胎的时候, 此时忽然听到一阵砰砰的巨大撞击声传来。 楚剑秋等人转头朝那撞击声望去, 只见是原本徘徊在大殿外面的那些怪物正在撞击着大殿的禁制。 那个大殿原本就有着一个强大的禁制, 这禁制并不阻止楚剑秋这些人类舞者进来, 但是却把那些怪物挡在外面。 桃花飞贼当初也是防着这一手, 他防止在自己实力还没有恢复到巅峰的时候, 万一这些诗变怪物闯进大殿中, 对他进行出手, 那他可就有些作茧自负了。 所以, 这大殿禁制本就是针对这些诗变怪物而设下的, 但是现在, 随着桃花飞贼的陨落, 这个大殿禁制正在逐渐地减弱, 而且大殿中也缺少了那股威慑这些诗变怪物的气息,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诗变怪物顿时对大殿的禁制发起了冲击, 这大殿的禁制原本就在迅速减弱之中, 现在再加上这些诗变怪物的强烈冲击, 顿时变得岌岌可危起来。 众人见到这一幕, 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原本这些诗变怪物就难缠无比, 在他们全胜之时尚且难以对付, 如今他们人人身受重伤, 若是被这些诗变怪物冲进来, 他们将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 白广此时也顾不得耍那些小心思了, 此时即使他把楚剑球等人全部击杀, 也很难一个人抵挡住这么多的诗变怪物的攻击。 若是他们先拼个两败俱伤, 最终却死在了这些诗变怪物的手下, 这玩笑可就开大了。 楚公子, 怎么办? 白广看着那越来越薄弱的大殿禁止, 心中顿时紧张起来, 他转头向楚剑球问道, 这一路走来一直都是楚剑球作战指挥, 楚剑球已经隐隐成为了众人的首领, 现在面对新的危机, 白广不自觉地就向楚剑球询问, 此时蔡云飞、李湘君等人也顾不得调养伤势了, 也爬起来走到楚剑球身边, 等待着楚剑球的指示。 在楚剑球那疗伤丹药的强大药力之下, 他们的伤势虽然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至少也恢复了一半。 此时就连梦贤都已经从半死不活的状态中, 挣扎着从石壁上跳了下来。 面对众人那期待的目光, 楚剑球却并没有出声, 而是沉默不语的, 看着正在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的大殿尽致。 在白广动了杀心之后, 他们注定不可能再像之前那么默契对敌, 因为谁也不知道究竟在什么时候, 白广会在背后对他捅刀子。 楚剑球可不想, 自己在和这些怪物拼个你死我活之后, 最后却便宜了别人。 楚剑球可不习惯做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事情, 大殿的禁止在一片沉默之中变得越来越薄弱, 场中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众人的心弦都是紧紧地崩了起来。 一旦这大殿的禁止被打破, 这些诗变怪物全部涌进来, 到时候谁也活不了。 在他们全胜的时候, 连起手来最多也只不过 能够同时对付两头怪物, 更何况, 以他们如今这样的状态, 一旦陷入这些怪物的围攻之中, 那绝对是必死无疑的结局。 楚公子, 究竟要怎么办? 你倒是快说啊, 要不然等到禁止被打破, 我们就真的完了。 白广抹了把额头的冷汗说道, 他好不容易得到水浮中 如此巨大的机缘, 前途正光明着呢, 可不想就这样死在水浮中。 楚建秋看了他一眼, 淡淡地说道, 白寨主真要我拿主意, 白广连连点头说道, 有什么主意, 楚公子赶紧说出来吧。 那好, 白寨主先把这面石壁给轰破。 楚建秋走到一面石壁旁边, 指了指一个地方说道, 听到楚建秋这话, 众人顿时不由一愣, 不知道楚建秋这是何意, 轰破这面石壁干什么? 白广不解地问道, 这些石壁的坚硬程度, 白广可是深有体会, 要想把这面石壁轰破, 他至少要消耗过半真元, 在现在这种关头下, 浪费真元可不是什么好事。 这面石壁后面有一个通道, 我们可以从这里撤退, 这样就可以避免陷入那些怪物的围攻了。 楚建秋解释道, 众人听到楚建秋这话, 顿时都把神念散发出去探测, 只是这度石壁为时是太厚了, 而且这石壁的材质极其致密, 神念很难渗透进去。 众人在楚建秋指定的情况下, 才能模模糊糊地感应到, 那处石壁的另一边的确是空的。 在探测完石壁之后, 众人看向楚建秋的目光, 不由又是一阵惊异, 难道楚建秋的神念强大到如此地步吗? 居然能够直接穿透石壁, 从而探测出石壁另一边的情况。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楚建秋的神念之强也太过恐怖了一些。 他们不知道的是, 楚建秋在运转动幽之眼后, 比起神念的探测有用的多了。 楚建秋的神念虽然的确比同阶舞者的强大, 但是也难以渗透这石壁, 探测到另一边。 楚公子, 要不我们一起联手攻破这石壁吧? 以这石壁的厚度, 恐怕单凭我一人难以把它轰破。 白广自然不肯单独出手攻击这石壁。 在刚才, 他对楚建秋等人动了杀机之后, 他自然也害怕楚建秋等人也会对他下手。 一旦他的真缘消耗过度, 那情况也就十分不妙了。 你也看到了, 我和蔡兄、 李兄他们在刚才对付桃花飞贼的时候消耗太过剧烈, 而且受伤过重, 目前根本无法出手。 放心, 我会让他们协助你的。 楚建秋指了指孟山等人对白广面无表情地说道。 在楚建秋说出这番话之后, 蔡云飞和李湘君也是目光淡然地看着白广, 在对桃花飞贼进行最后一击的时候, 白广当初并没有出手。 显然, 这次是怀有其他的心思, 此时他们对白广都没有什么好感。 在众人眼光的逼迫之下, 白广顿时不由暗暗咬牙, 只好答应了楚建秋的要求, 开始对那堵石壁出手。 此时, 形势比人强, 现在楚建秋、 蔡云飞和李湘君显然都恢复了不少。 如果他们联手对他出手的话, 他很可能抵挡不住。 如今, 白水寨这一方, 他只剩下一名神玄境巅峰的长老了。 而且, 这名长老也是伤势沉重, 半死不活。 现在白广可谓是势单力孤, 如果一旦楚建秋三方联手对他进行发难的话, 白广将会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 蔡云飞和李湘君也都明白了楚建秋的用意, 顿时也让各自家族的弟子联手对那堵石壁出手。 这些弟子一直都在他们这几名强者的保护之下, 并没有参加多少战斗, 战力基本都在全胜的状态。 虽然用来对付这些难缠的强敌, 他们发挥不出多少用处, 但是用来攻击石壁这样的死物的话, 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的。 在众人联手的轰击之下, 最终这堵石壁终于在大殿禁止被那些怪物攻破之前轰塌, 在这处石壁后面果然是一条狭窄的通道。 众人在轰破石壁之后, 这才发现这堵石壁并非和其他石壁一样, 而是一扇机关石门, 只不过这机关石门坐得极其隐蔽, 和其他石壁镶嵌在一起, 如果不是极其细心观察的话, 根本难以发觉这堵石壁是一扇机关石门。 见到这一幕, 众人顿时对楚剑丘更加佩服了, 众人此时都以为这是楚剑丘观察细致入微的原因, 这才发现了这扇机关石门。 在轰破这扇机关石门之后, 众人连忙朝这条通道中涌入, 迅速朝着前方走去, 因为在他们刚刚轰破这扇机关石门的时候, 这些石变怪物也同时攻破了大殿的禁止, 二十多头石变的怪物从大殿外面的通道疯狂地涌进了大殿中, 众人在临走前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一阵心有余悸, 还好他们早一步轰破了这机关石门, 否则若是陷入了这些怪物的围攻之中, 他们基本上是死死无生的局面。 当然, 现在他们发现了这个新出路, 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危机已经完全摆脱了, 因为这些怪物进入大殿之中后, 也开始循着契机进入通道中, 朝他们追了过来, 不过由于他们先行了一步, 而且在楚剑丘的带领下, 利用水斧中的一些机关通道, 组织了那些怪物追踪的速度, 也使得他们屡次有惊无险地逃过了这些怪物的追杀。 众人就这样在各个通道中逃了两三个时辰, 最终逃回了之前那个摆放三十多具具具关的石叙中, 此时石叙中那三十多具具关关杆已经全部翻开, 里面的怪物也全都已经跑了出来。 而因为桃花飞贼的彻底陨落, 堵在这个石叙出口通道中的那股尽致力量也逐渐消除。 楚剑丘此时对孟贤说道, 孟贤, 你先带着孟山出去。 那老大你呢? 孟贤听到这话, 连忙问道, 我先留下来, 等一下这些怪物。 楚剑丘说道, 这个水斧之中还有这么多的宝物在等着他, 楚剑丘又岂能空手而归, 之前因为要照顾孟贤和孟山两人的安全, 楚剑丘完全放不开手脚。 孟贤虽然和楚剑丘相处时间不长, 但是对楚剑丘的心思却也能比较准确地会议。 此时见到楚剑丘这样子, 也明白了楚剑丘的打算, 顿时看着楚剑丘说道, 那老大你小心点。 楚剑丘摆了摆手说道, 放心, 我不会有事的, 别废话了, 赶紧走。 蔡云飞和李湘君也都是人精, 见到楚剑丘这副模样, 顿时也都猜出了楚剑丘的打算, 便也分别让各自家族的弟子先走, 他们留下来断后, 如今水斧中最大的威胁桃花飞贼已经解决, 剩下来的这些怪物虽然实力强大, 但是只要他们小心一点, 不陷入那些怪物的包围之中, 自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而水斧中的宝物机缘对他们无疑也是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他们也舍不得失去这些机缘就这样离开水斧。 那些弟子虽然对水斧中的机缘宝物也眼沉得很, 但是他们也知道, 以他们的实力没办法和楚剑丘、蔡云飞等人争夺, 而且蔡云飞和李湘君也很坦白地对他们说了, 如果此时他们再不走的话, 接下来就生死自负, 他们不会再护着他们, 这些弟子在权衡再三的情况下, 最终还是在机缘宝物和性命之间选择了性命, 毕竟若是连命都没有了, 得到再多的机缘宝物也是白搭, 本来有几名弟子还有几分犹豫, 不舍得那些巨大的机缘宝物, 还想着临走之前再抢一波那个时事中的那些剩下的七品零食。 但是当听到那些怪物的脚步声追尽时, 他们心中惊举之下还是忙不迭地跑了, 以他们的实力毕竟难以和这些怪物抗衡, 一旦楚剑丘、蔡云飞等人不再护着他们, 在这些怪物的攻击之下, 他们也只有死路一条。 孟怀在临走之前深深地看了一眼楚剑丘, 手中紧紧抓着那个百毒宝囊, 但是在再三权衡之下, 他最终还是不敢对楚剑丘动手, 毕竟经过这么多的事情, 为了保命他这个百毒宝囊中的剧毒只剩下十分之一不到了, 以这么一点剧毒能放杀得了楚剑丘还真是难说, 一旦他失手, 估计楚剑丘不会再对他手下留情, 也会绝对毫不犹豫地击杀他, 毕竟中傲的下场他还游自历历在目, 连中傲这种四大世家的少主, 楚剑丘下起杀手来都毫不犹豫, 更不用说对他了。 孟怀深深吸了口气, 最终还是转身离去, 以他的实力也不可能和楚剑丘、 蔡云飞等人争夺机缘, 再继续逗留下去只会徒子丢了性命。 楚剑丘淡淡地看了一眼孟怀的背影, 这一次孟怀的选择倒是挺明智, 其实刚才楚剑丘已经是在准备着对孟怀进行雷霆一击, 以绝后患了, 他已经是叙事待发, 就等着孟怀对他出手了, 只不过孟怀的明智选择让他暂时没有出手的机会, 毕竟即使他很想除掉孟怀这个后患, 但是也不能无缘无故地出手杀人。 孟怀毕竟是孟思源的儿子, 若是无故对他下杀手, 在明面上很难说得过去, 到时候为难的只会是孟贤和孟思松, 孟思松虽然是孟家家主, 但是要出面维护他也得占据大义的名分, 这样才能堵住孟家那些长老的悠悠之口。 否则, 若是被孟思源抓住了把柄攻击, 孟思松同样也会很麻烦。 楚剑秋自然不想给孟思松和孟贤添堵, 所以即使楚剑秋心中对孟怀杀击很重, 但也只能暂时先忍下来, 只有等到合适的时机, 他才能对孟怀出手。 在孟怀等人离开后, 整个水斧中就只剩下楚剑秋、 蔡云飞、 李湘君、 白广和一名白水寨的神玄境巅峰长老五人了。 眼看着那些怪物就要从那条通道中追出来, 楚剑秋顿时抓起一具具具官朝那个通道中扔去。 蔡云飞和李湘君见到这一幕, 顿时也有样学样, 纷纷把时事中的具官朝那条通道中投去。 经过这两三个时辰的修养, 在楚剑秋那些丹药强大的药力之下, 他们身上的伤势早已经痊愈, 体内真元也恢复到巅峰状态。 在三人联手之下, 那个通道很快被那些巨官给堵住, 那些怪物要向清理通道中的巨官从通道中出来, 没有一盏茶十分, 根本难以做到。 一盏茶十分? 对楚剑秋等人来说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众人停下手来, 打算对时事中剩下的那些七品零食进行瓜分的时候, 却发现时事中早就已经没了白广和那白水寨长老的身影。 妈的, 这个老狐狸。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忍不住破口大骂道, 白广肯定是趁着他们对付那些怪物的时候偷偷溜走了。 按照白广的性子, 此时必然是绕道前往那个中央大殿了。 楚剑秋顿时也顾不得理会这个时事中的那些七品零食了。 毕竟, 这个时事中的七品零食虽然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但是相对于那个黄金巨官所在的大殿中的宝物来说, 却是不值一提。 楚剑秋身形一闪, 朝着一条通道顿路, 迅速无比地朝着水府深处奔去。 蔡云飞也不甘落后, 也跟着朝水府深处跑去。 李向军见到这一幕, 沉吟了一阵, 最终决定还是先把这时事中的七品零食收起来再说。 毕竟, 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何况, 这时事中剩下的七品零食至少还有四五万块, 这也不算是蚊子腿。 至于那个中央大殿中的宝物, 等他们抢完了之后, 自己再过去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能够得到最好, 得不到也无所谓了。 李向军对自己的认知还是很清楚的, 或许论其实历来, 他并没有比楚剑秋、 蔡云飞和白广三人弱多少, 但是论起心眼来说, 自己却是有点玩不过这三人, 无论是楚剑秋、蔡云飞还是白广, 这三人无疑不是老奸俱华的人精, 和这些人争斗实在太累, 说不定被坑死了都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李向军还是决定先暂且避过锋芒, 先把这些能够拿到手的宝物收起来再说, 楚剑秋施展紫红雷光盾一路飞奔,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那个中央大殿, 当楚剑秋进入中央大殿时, 却并没有发现白广的身影, 却只有那名白水寨的长老正在迅速地抢夺大殿中的宝物,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心中不由一阵狐疑, 白广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以他的实力, 不可能会跑不过一个神玄境巅峰的长老。 楚剑秋向那名白水寨长老走去, 想向这名白水寨长老询问白广的行踪, 只是当他走进这名白水寨长老身前时, 这名白水寨长老却骤然对他出手, 楚剑秋早就防到了这一手, 哪里会让他得逞, 一拳朝这名白水寨长老轰去? 轰然一声巨响, 那名白水寨长老被楚剑秋一拳轰飞, 楚剑秋也被震得向后推出好几仗, 正当楚剑秋想向这名白水寨长老贺问时, 此时却骤然感觉后心一痛, 一兵尖刀贯穿了他的胸膛, 楚剑秋难以置信地转过头来, 只见白广正手执尖刀站在他的身后,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饶你尖死鬼, 最终还是死在老夫的手下。 在进入这个大殿之后, 白广便施展秘法, 隐匿在大殿的一角, 以那名白水寨长老为诱饵, 引诱楚剑秋上钩。 在楚剑秋和那名白水寨长老交手时, 他在骤然在一旁偷袭, 一以击得手。 楚剑秋的实力本就和他在伯仲之间, 即使是正面交手, 他和那名白水寨长老联手, 都能够击败楚剑秋, 更不用说他还是以偷袭的方式出手了。 在他精心不知之下, 楚剑秋果然落入他的垢中, 只是正在他心中得意的时候, 后心忽然一痛, 一兵剑尖贯穿了他的胸膛, 灵力无比的剑翼摧毁着他体内的生计。 白广低头看了一眼这一节剑尖, 在扭头转向身后, 只见在他身后正站着另一个楚剑秋。 白广见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被他击杀的这名楚剑秋是假的? 白广在扭头看向被他一刀毙命的楚剑秋的时候, 只见眼前的这名楚剑秋忽然化作了一张符纸, 原来这只是楚剑秋的一张傀儡灵符而已。 白广见到这一幕, 心中一阵发寒, 这青山少年的心思究竟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之前面临那么危机的情况, 都从来没有见他使用过这种傀儡灵符。 若是他当时使用这种傀儡灵符, 以这种傀儡灵符的实力, 他们断然不至于被那些怪物撵着炮, 此时白广心中生起了无尽懊悔。 早知道如此, 自己不应该贪心不足, 想要独吞机缘而去谋害楚剑秋的。 若非自己因为一时贪心而心存歹意的话, 应该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吧。 白广心念一动, 正想深化水行而逃走的时候, 此时贯穿胸膛的那截剑尖忽然一动, 凌厉无比的剑尾爆发出来, 大肆破坏着他体内的生计。 接着, 这柄长剑向上一扬, 把白广从中劈开了两半。 受到如此巨大的重创, 白广即使性命再坚韧, 也难以存活下来。 楚剑秋淡淡地看了白广的尸身一眼, 他既然已经出手, 又岂容白广继续存活下去。 其实, 在进入大殿之前, 楚剑秋就已经用动幽之眼, 看到了白广的藏匿之处。 接下来的动作, 只不过是他将计就计所演的一场戏而已。 在他的动幽之眼下, 玩这种隐匿游戏, 简直是一个笑话。 其实, 如果不是将计就计, 在白广心神松懈的时候, 骤然发动着致命一击的话, 楚剑秋想要杀死白广, 还真不是一件意识。 白广毕竟是半部神灵境的强者, 而且还拥有能够化身水形这种秘术, 在他有了防备的情况下, 想把他击杀, 除非楚剑秋让龙渊剑动手, 否则单凭他的势力, 基本上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事情。 楚剑秋在击杀了白广之后, 转头向那名白水寨长老望去, 既然这名白水寨长老或同白广想要他的性命, 楚剑秋自然也不会容他继续活下去。 对于想要自己性命的人, 楚剑秋从来都不会心软。 那名白水寨长老在剑道白广, 被楚剑秋击毙于剑下时, 遭以吓得心胆剧烈, 此时他哪里还顾得抢夺宝物机缘, 身形一闪朝着大殿外遁去, 想要就此逃命。 只是当他快要逃到大殿出口时, 忽然一道身形一闪, 挡在他面前。 楚公子, 我也是被迫之下才对你出手的, 还请楚公子高抬贵手放过我一条命。 那名白水寨长老顿时又朝另一个大殿出口逃去, 一边逃命一边向楚剑秋求饶, 他此时已经被吓得胆气全无, 根本不敢对楚剑秋出手。 不过楚剑秋并没有听他的废话, 心念一动, 一座大山虚影朝那名白水寨长老兜头压下, 截住了那白水寨长老的退路。 楚剑秋手中法觉掐动, 数十柄长剑法宝顿时显现在深舟。 在楚剑秋意志之下, 那些长剑法宝顿时朝那名白水寨长老飞去, 把他围困在剑阵的中间。 风影势。 此时楚剑秋身形一闪, 使出道之剑术的风影势, 一剑朝那名白水寨长老批去。 风影势在道之剑术中乃是最为擅长刺杀的招式, 出剑时无影无踪, 诡异训诫, 防不胜防。 那名白水寨长老本就被九天山隐的大山虚影挡住退路, 又被小五行剑阵困住。 此时哪里还抵挡得住楚剑秋这无影无形的一剑, 一道锋芒从他的咽喉闪过, 这名白水寨长老全身顿时不由一将, 接着缓缓地倒了下来, 气绝身亡。 楚剑秋身手一招, 把九天山隐和那数十柄长剑法宝收归体内。 楚剑秋微微喘了口气, 脸色微微发白, 接连击杀白广和这名白水寨神玄境巅峰长老, 楚剑秋的消耗也是极大,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休息, 而是身形一闪来到大殿通道的入口处。 伸手一挥, 顿时数十杆震旗出现在深舟, 在楚剑秋法觉掐动之下, 这数十杆震旗顿时在大殿的通道入口处, 布置下了一个迷幻大振。 楚剑秋运起动忧之眼, 看着即将赶到的蔡云飞, 嘴角顿时泛起一丝笑容, 这个迷幻大振足够蔡云飞喝上一壶了。 他并不想和蔡云飞因为抢夺宝物而结下生死大仇, 毕竟他对蔡云飞的印象还算不错, 所以专门布下这个迷幻大振困住蔡云飞, 以免两人因为争夺宝物而争斗。 蔡云飞并没有料到楚剑秋设下这样的陷阱在等着他, 从这条通道中风驰电掣而来, 所以最终毫无意外地一头撞进了楚剑秋布下的迷幻大振中。 蔡云飞瞬间只敢眼前景色一片, 眼前并非自己意料中的那个大殿, 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蔡云飞心中顿时按叫一声不好, 直到自己着了道, 脸上露出满是凝重的神色, 取出长枪来凝神戒备。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嘴角顿时泛起一丝笑容, 这个迷幻大振足够蔡云飞折腾好一阵的了, 楚剑秋没有再理会蔡云飞, 开始着手收取大殿中的宝物。 楚剑秋先用轻语琉璃火, 把白广和那名神玄境巅峰的白水寨长老烧掉, 再把麦银霜和两名神玄境巅峰水贼大头目的尸体收进混沌至尊塔中。 有了麦银霜和这两名神玄境巅峰水贼大头目的尸体, 楚剑秋基本上可以稳坐这次联合试炼成绩第一了。 楚剑秋以风驰电掣的速度迅速无比地席卷着这个大阵中的宝物, 他并没有因为暂时困住了蔡云飞而掉以轻心。 在孟贤等弟子出了水浮之后, 相信水浮外面的人很快就会了解到水浮中的情况, 既然连终壤都亲自来了, 楚剑秋可不相信其他散打世家会没有什么动作, 只不过因为终壤受到水浮中那个百师大阵的重创而暂时被震慑住, 不敢进来而已。 等到他们了解清楚这个水浮中目前的状况之后, 必然不会错过这么大的机缘。 至于那些诗变怪物在尊者经强者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等到那些真正的强者进来后, 这些宝物机缘也就没自己什么事了, 所以楚剑秋必须赶在那些尊者经强者进入水浮之前, 尽量把这个大殿中的宝物拿到手。 这个大殿中的宝物极朵, 不但有各种天才地宝, 各种丹药法宝, 功法典籍也是琳琅满目。 为了加快收取的速度, 楚剑秋把青衣小童和苍原道人都拉出来当壮丁了, 水浮外面, 楚剑秋所料不错, 当蔡安三人从孟贤等弟子的口中了解到水浮的状况之后, 立即毫不犹豫地冲进了水浮之中, 一名天尊敬强者所留下来的机缘, 即使对他们这样的强者来说, 同样充满着致命的诱惑, 更何况这水浮还是曾经鼎鼎大名的桃花飞贼所留下的, 李湘君在把石室中的所有七品零食收入囊中之后, 便朝着水浮身处出发。 在他离开石室半盏茶时分后, 那些诗变怪物终于冲破了楚剑秋三人联手用石棺堵住的通道, 而在此时, 蔡安、李扬成和孟思松也刚刚好从水浮外面冲到了这个石室, 面对那二三十头诗变怪物, 三人立即被吸引住了, 当然吸引住他们的并非是诗变怪物本身, 而是诗变怪物手中那些七阶法宝, 即使以他们这样的强者, 面对这么多的七阶法宝, 也依旧不由怦然心动, 三人面面相娶一阵, 不约而同地朝这些怪物出手, 接下来就是一场争夺七阶法宝的争斗, 李湘君在靠近那个中央大殿时, 见到蔡云飞在大殿入口中团团乱转地走着, 心中一时好奇之下便朝蔡云飞走去, 只是当他迈进大殿的一刹那, 瞬间就感到不妙, 眼前景色瞬间一变, 入目所见的不是意料之中的大殿, 而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李湘君心中暗叫不妙, 想要退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蔡云飞在那片草原中漫无目的地转了一阵之后, 忽然眼前一花, 见到李湘君也出现在眼前, 先是一阵过后, 心中便是一阵暗戏, 蔡云飞不动声色地迎了上去, 李兄这是也被陷了进来, 总算不是自己一个人着了道, 有了一个伴之后, 蔡云飞心中平衡了不少, 李湘君分明见到, 他那嘴角边上, 亲着几分幸灾乐祸的神色, 顿时不由恼火地说道, 蔡云飞,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被陷进来, 你很高兴啊, 蔡云飞闻言, 连忙说道, 哪里哪里, 李兄误会了, 我们都遭到那无痴狗贼的暗算, 对于李兄的遭遇, 在下感同身受, 戏会有这种无聊的想法, 只是他嘴上虽然这么说, 但是眉眼间的笑意, 却怎么都掩饰不住, 李湘君见状, 心中顿时不由骂了俊娘, 心中把布置下这个患阵的人, 以及蔡云飞的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只是如今他也没有什么心思, 去和蔡云飞争吵, 如何破解掉这个患阵, 才是当下药物, 楚剑秋在收取着大殿中的宝物的时候, 忽然感到三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朝这边扑来, 这三股气息之中, 还有一道比较熟悉, 似乎是猛思松, 楚剑秋顿时心中大害, 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这些尊者经强者, 在了解清楚情况之后, 果然闯了进来, 楚剑秋不敢继续收取宝物, 伸手一招, 让青衣小童和苍原道人回到混沌至尊塔中, 接下来, 楚剑秋身形一闪, 朝着那个幻阵中扑去, 虽然, 这个大殿中的宝物还没有收取完, 但是, 90%都已经落入了楚剑秋的囊中, 而且, 楚剑秋收取的还是最重要的部分, 蔡云飞和李湘君还在那片草原幻境中, 满无目的地乱撞, 他们暂时都找不出破解这草原幻境的办法, 两人一番协商之下, 便决定相悖而行, 想探一探这草原的大小, 毕竟, 他们可知道, 那个大殿虽然庞大, 但是, 也只不过方圆数十里而已, 蔡云飞之前一个人, 找不到参考标准, 在这个草原幻境中, 看似是一路直行, 其实, 却是在绕圈子, 如今有了李湘君作为参考, 只要两人一直向北而行, 就一定能够走出这个草原幻境, 只是, 他们这个主意虽好, 若是对付一般的幻阵的话, 说不定还真让他们这个方法给破解掉了, 但是楚剑秋的幻阵, 可是传承自混沌至尊塔的万道源流浮阵传承, 其中的玄妙, 尤其是一般的幻阵可比, 两人在这片草原幻境中, 都已经相悲而行, 走出上百里了, 但还是没有走到这片草原的边缘, 在草原幻境中, 他们看似相距上百里, 但是, 实际上两人只不过相距实战而已, 他们在草原幻境中, 看到的距离完全是观感错觉, 两人此时站在草原上相距百里, 遥遥相望, 心中不由一片骇然, 这他妈的, 怎么回事, 难道他们并不是闯进幻阵之中, 而是掉落到一个小世界的秘境里面, 要知道, 那个大殿一共都没有上百里长宽, 在这个幻阵中的遭遇, 使得蔡云飞和李湘君两人严重怀疑人生, 正在两人心中惊疑不定时, 此时忽然发现, 在这片草原的天边又出现了一人, 两人见状, 顿时迅速朝那边掠去, 等到两人接近那人时, 却见到新创进这片幻境的人是楚剑秋, 楚剑秋此时也在这片草原幻境中, 犹如无头苍蝇一般, 四处乱创, 一边走着, 一边口中骂骂咧咧咧, 楚兄, 你也被陷进这片草原幻境中了, 蔡云飞顿时向楚剑秋问道, 楚剑秋抬头见到两人,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说道, 原来蔡兄和李兄也在啊, 我还以为只有我被白广这老货给坑了, 原来你们两人也着了道, 这下我就放心了, 终于算是有了伴, 蔡云飞和李湘君听到这话, 脸色顿时不由于黑, 你妈还要不要更扎心一些, 楚兄有没有破解这草原幻镇的良策, 蔡云飞看着楚剑秋沉吟了一下, 蔡云飞看着楚剑秋问道, 楚剑秋闻言沉吟了一下说道, 以我对阵法一道的粗浅见识, 目前看来破解这个幻镇只能是以力破防了, 蔡云飞闻言顿时不由一正, 以力破防, 楚剑秋说道, 不错, 我们三人联手朝着这个幻镇中某一处使劲强攻, 当攻击超过了这幻镇的承受极限的时候, 自然也就破解掉这幻镇了, 蔡云飞听到这话顿时连忙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事不宜吃, 赶紧动手, 反正他也没有更好的破解方法, 还不如死马当活马医, 按照楚剑秋的方法一试, 于是三人联手朝着草原的地面全力轰去, 轰隆一声巨响, 在强大无比的攻击之下, 草原的地面被轰出了一个方圆数十里的大坑, 与此同时, 这个草原幻境世界, 犹如琉璃一般, 出现了丝丝细小的裂缝, 蔡云飞见到这一幕, 顿时大喜道, 这个方法果然有用, 我们继续, 三人又继续地联手攻击了几次, 这个草原世界的裂缝越来越大, 最终轰然一声, 犹如琉璃一般破碎开篮, 草原世界破碎之后, 众人便又回到了现实中, 与此同时, 楚剑秋用来布置幻阵的那术石杆镇旗, 化作了一阵灰飞, 虽然白白损失了一个幻阵, 但是与楚剑秋在大殿中的收获相比, 这点损失却不算什么, 在众人打碎幻阵之后, 便见到一道身影一闪, 从之前众人打破机关石门的那个通道中飞奔而去, 楚剑秋见状, 顿时一声怒喝道, 白光狗仔, 哪里跑? 说着身形一闪, 朝着那个通道中追了过去, 蔡云飞顿时犹豫了一下, 虽然他刚才被那个幻阵坑了一把, 但是与大殿中的宝物相比, 照白广算账却又算不得什么, 只是当他目光落在大殿中时, 只见大殿中的宝物已经被搜刮了大半, 还剩下的宝物资源实不存一, 蔡云飞见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勃然大怒, 他妈的, 设下陷阱, 阴了老子一把还不足, 居然还把大殿中的宝物搜刮了大半, 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而且既然大殿中的宝物被白广收走了大半, 只要拿下了白广, 也就意味着能够把这些宝物资源拿到手中, 眼看着楚剑丘已经先行了一步, 蔡云飞心中顿时不由一击, 白广狗贼拿命来, 蔡云飞跟随在楚剑丘的身后, 朝着那道身影追了过去, 李乡军见到这一幕, 心中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 虽然白广身上的宝物资源, 占了大头, 但是,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首, 能不能追得上白广还两说, 即使追到了, 究竟这宝物资源最终被谁抢到了, 又是一个未知数, 与其去追充满不确定变数的白广, 还不如老老实实地把这大殿中的宝物收入囊中, 至少现在没人和他抢, 于是李乡军便老老实实地收取着这个大殿中所剩下的残羹冷制, 但是李乡军这个选择却无疑是最正确的, 虽然这个大殿中剩下的宝物不能与楚剑丘已经收走的那部分相比, 但是至少能够实打实拿到手中, 而蔡云飞跟着楚剑丘一起去追白广, 却注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蔡云飞跟在楚剑丘身后追了半盏茶时分, 来到了一个三叉路口上, 却见到楚剑丘在前面停了下来, 楚兄, 你怎么不追了? 蔡云飞连忙赶上来, 向楚剑丘问道, 楚剑丘一脸阴沉地说道, 这白广狗贼好生奸诈, 他在之前必然是隐藏了实力, 如今这么一逃都不知道他往哪条通道逃去了, 蔡云飞也仔细感受了一番各个通道中的气息, 脸色顿时也不由阴沉了下来, 这狗贼果然好高的手段, 只是过了这么短短的一会儿, 居然把自身气息的痕迹完全抹去, 寻不到半点蛛丝马迹, 蔡兄, 我们不如分头追, 楚剑丘向蔡云飞说道, 蔡云飞沉吟了一下说道, 这追赶白广的重任, 还是交给楚兄吧, 毕竟楚兄足智多谋, 应该能完成这个重任, 蔡云飞说着, 便火急火燎地往回走, 此时他对追赶白广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那个大殿中还剩下的宝物资源才是最实在的, 否则一旦他追不到白广, 又没有拿到那剩下的宝物资源, 那可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李香军那货没有追过来, 显然是在收取剩余的宝物资源, 若是再不返回, 可别被他完全扫入了囊中, 楚剑秋见到这一幕, 顿时叫道, 财兄, 财兄, 你怎么就这样半途而废了, 别走啊, 只是蔡云飞却并不理会他的叫唤, 头也不回地走了, 楚剑秋见到他那消失的背影, 顿时不由一笑, 伸手一招, 一道傀儡灵符在一个通道中朝他飞了过来, 刚才那个白广自然是楚剑秋使用一张傀儡灵符所画, 在到达那个三叉路口时, 楚剑秋便让前面奔跑的那道傀儡灵符恢复了本来面目, 蔡云飞想从一道灵符身上探知白广的气息, 自然无异于痴人说梦, 注定没有结果, 楚剑秋手一抖, 这道傀儡灵符顿时化作了灰飞, 他不会在身上留下任何与这次事件相关的事物, 即使寻着这傀儡灵符追查到他身上的几率, 微乎其微, 楚剑秋都不会冒这种风险, 经过这一番的演戏, 基本上可以洗清那些宝物被他收取的嫌疑了, 死去的白广便成为了他最好的杯锅侠, 楚剑秋在处理完这些事情之后, 便也跟在蔡云飞的身后朝大殿中跑去, 蔡云飞在回到大殿中时, 此时大殿中不单只李湘君在抢夺那些宝物资源, 还有三名尊者竟得绝顶抢者, 也如恶狗抢食般疯狂地抢夺着大殿中的那些宝物, 此时大殿中的宝物已经大部分落入了这四人的手中, 所剑寥寥无几, 蔡云飞见到这一幕顿时悲愤欲绝地怒吼道, 给我留点, 说着他身形一闪朝着那些紧剩的宝物资源扑去, 蔡云飞见到蔡云飞, 不由皱了皱眉头, 问道, 飞儿, 你刚才跑哪里去了? 这儿子形势向来稳重缜密, 怎么这次会输给李扬成的儿子这么多? 当他们三人解决了那些怪物一起来到这个大殿的时候, 却发现, 硕大的一个大殿居然只有李湘君一个人在收取宝物, 蔡云自然不相信自己儿子已经遭遇到什么不测, 连李湘君都能活下来, 蔡云飞的实力比起李湘君只强不弱, 又怎么可能会陨落? 只是, 这一次蔡云飞居然没有在这个大殿中和李湘君一起抢宝物, 这却令蔡云极其纳闷, 看着大殿中那些珍惜无比的宝物, 也不知道李湘君在这里已经收取了多少, 想到那无数的珍藏都落入李湘君的手中, 蔡云心中就在滴血, 只是, 作为堂堂蔡家家主, 自然不可能向一个后辈出手, 去抢夺李湘君已经到手的宝物, 即使他有这样的心思, 他身旁的李扬成也不是吃素的, 李扬成在闯进这个大殿中时, 见到只有李湘君一人, 心中顿时不由大喜, 自己这个女儿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这一次的水浮之行, 应该使他女儿是最大的赢家了, 但是李扬成没有想到的是, 其实李湘君在无形之中, 也给楚剑丘背了锅, 这三大家主都以为, 大殿中的宝物大多数都落入了李湘君的手中, 谁也不知道, 那个最大的赢家早已经跑开一边, 闷声发大财之下, 又把所有的锅都甩了出去, 蔡云飞心中郁闷到极点, 都根本不想提起此事, 看来这次的水浮探索, 四大世家的弟子之中, 最大的赢家是李湘君, 但是当蔡云飞想起, 一向奸华无比的楚剑丘, 也是两手空空的时候, 心中这才好受了点, 经历过这次水浮的历险之后, 蔡云飞早已把楚剑丘, 当成了最大的对手, 无论是在心性, 智谋和实力方面, 也只有楚剑丘足以和他一拼, 只是蔡云飞却估错了一件事, 在实力方面, 或许他和楚剑丘相差无几, 如果楚剑丘不使用那些强大的法宝的情况下, 正面战斗中或许都会烧训他一筹, 但是在智谋和心性方面, 楚剑丘直接甩了他好几条件, 蔡云飞被他耍得团团转都还由自不知, 直到现在蔡云飞都还认为楚剑丘是受害者, 都是被白广那个狗贼给耍了, 蔡云飞欲哭无泪地跑进大殿之中, 却和李湘军拼命地抢夺那些宝物, 李湘军见到他那气势汹汹的样子, 顿时不由有点害怕, 不敢去和他争抢, 只好把这父亲的宝物让给他, 李扬成见到这一幕, 顿时不由皱了皱眉头, 兔崽子, 当着老子的面, 居然都敢欺负老子的女儿, 真是欠揍, 只是爱着蔡安这老匹夫在一旁, 李扬成不好以大欺小, 去教训蔡云飞, 毕竟李湘军对外的身份也是男儿身, 被蔡云飞欺负了, 那只能说明自己窝囊, 没有男儿气概, 在蔡云飞飞回大殿中不久之后, 楚剑秋也回到了大殿中, 只是当他回到大殿中的时候, 大殿中的宝物资源基本上已经被搜刮一空了, 要说蔡云飞只吃到一些残羹冷制, 那么楚剑秋这是连口汤都没有喝上, 孟思松看了一眼楚剑秋, 眼中不由露出几分疑惑的神色, 按理说以楚剑秋的性子, 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啊, 蔡云飞见到楚剑秋两手空空的样子, 原本郁闷无比的心情顿时好受了很多, 楚兄, 有没有追到白广那个狗贼? 蔡云飞假意问道, 楚剑秋一脸郁闷的道, 那狗贼太过奸华了,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他说着扫了一眼空空如也的大殿, 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好歹我们也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居然半点东西都没给我留下, 听到楚剑秋这话, 正在混沌至尊塔中帮忙清点那堆积如山的宝物的青衣小童, 顿时不由直翻白眼, 妈的, 这货的脸皮简直厚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 布置了一个幻阵把人家坑成这样, 居然还有脸说这种话, 也就只有蔡云飞这种傻子才会相信楚剑秋的话, 可怜自诩至继无双的蔡云飞, 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被贴上了傻子的标签, 还在假意劝为楚剑秋不要把一时的得失放在心上, 那些话连苍原道人听得都差点要笑了出来, 只不过他不像清衣小童那样大胆, 敢直接和楚剑秋应对, 对楚剑秋的冷嘲热讽, 清衣小童早已习以为常, 而苍原道人即使感觉蔡云飞很好笑, 却也不敢真的笑出声来, 毕竟这关乎楚剑秋的脸面, 他可是很清楚楚剑秋可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被楚剑秋借了账, 以后有的是小鞋穿, 别看清衣小童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整天怼天怼地, 但是清衣小童在楚剑秋手底下吃的亏并不少, 清衣小童投铁惯了, 可以不在乎, 但是苍原道人却不敢不在乎, 李湘君见到楚剑秋那愤愤不平的可怜样, 顿时不由有些过意不去, 对楚剑秋说道, 要不我云一两件法宝给你, 楚剑秋文言不由一愣, 顿时胡疑地打亮了李湘君一眼,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李湘君什么时候对他这么好心了? 你又在打什么鬼捉眼? 楚剑秋警惕地道, 吴实现殷勤, 非奸击道, 他可不认为李湘君会无缘无故, 善心大发, 要知道, 在前几天因为苏原香的事情, 他还差点和李湘君大打出手, 李湘君突然态度变得这么友善, 楚剑秋可不认为是什么好事, 李湘君文言顿时不由恼火地道, 爱要不要, 就你这丝的身上, 还有什么值得本公司图谋的? 李湘君说着, 冷哼了一声, 直接转身离开, 甩了楚剑秋一个背影, 蔡云飞见到李湘君这番模样, 眼中顿时也不由露出几分狐疑的神色, 李湘君这两天的表现有些不对呀, 他目光在楚剑秋和李湘君身上, 不断地来回打量着, 总感觉这两人之间有什么猫腻, 楚剑秋被他的目光看得不由一阵发毛, 这货不会猜到是自己布置下的那个患者, 把他坑进去了吧, 蔡安, 李扬成和孟思松三人, 在把大殿中的宝物清扫一番之后, 顿时不由有几分意犹未尽, 若是再多几个这种洞府遗址, 恐怕他们四大世家都能够凭借这些巨大的宝物资源, 耿上一层楼吧, 三人又在水府中扫荡了一阵之后, 只把水府的每一个角落都扫荡了一遍, 几乎挖地三尺之后, 这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水府, 只是他们三人把整个水府都扫荡了一遍, 都没有找到楚剑丘和蔡云飞口中所说的那个白广, 蔡云飞心中顿时不由一阵不解, 难道这白广真能飞天了不成? 蔡云飞不死心之下, 并又和楚剑丘两人再次把整个水府离了一遍, 但还是没有寻到白广的踪迹, 这下蔡云飞才不得不放弃, 估计是白广趁着他们返回大殿的时候, 趁机逃出了水府, 这下要想寻到白广那可真是难了, 换作踏实白广, 在得到那么丰厚的宝物资源之后, 也不会继续留在白水寨中, 必然会寻一个隐蔽地方消化那些宝物资源, 等到自己实力提升到一定高度之后, 再回来, 以白广搜刮那大殿中将近90%的宝物资源, 都完全足够白广修炼到尊者境了, 最为关键的是, 白广取走了桃花飞贼的传承工法, 桃花蜜露, 这桃花蜜露虽然是邪道工法, 但是威力却不容小觑, 当年, 桃花飞贼正是凭借这门桃花蜜露, 才纵横整个枫元王朝, 以桃花蜜露中所在的修炼工法, 至少能让人修炼到天尊境的层次, 等到白广把桃花蜜露修炼到一定地步之后, 估计, 枫元王朝中将会又出现一个新的桃花飞贼, 因为桃花蜜露中的高深层次, 都是一些阴阳双修之术, 白广要想修到高深层次, 必然会出来祸害人间的良家妇女, 不过蔡云飞现在也顾不得那么长远的事情了, 毕竟白广要想重新现身, 每个几十年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白广如今只是半部神灵境的舞者, 要想突破到尊者境,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蔡云飞也操心不了那么多, 蔡云飞不知道的是, 桃花飞贼那本桃花蜜露正躺在楚剑丘的混沌之尊塔中, 楚剑丘原本是想直接把这本桃花蜜露给毁了, 桃花蜜露这门功法虽然威力不俗, 但是和混沌天地诀比起来却根本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楚剑丘根本就看不上眼这种斜门歪道的功法, 不要说这本桃花蜜露只是先天级别的功法, 即使是远古十大秘书这种级别的武学, 楚剑丘都不会去修炼, 楚剑丘只是看了一眼阴阳双修之道, 就直接没有了兴趣, 不过楚剑丘在犹豫了一下之后, 最终还是暂时把这门功法留了下来, 就当作是一种开阔视野的典籍好了, 现在蔡云飞最为关心的是联合试炼的名次的问题, 这可是关系到丰元学宫的推荐名额和蔡家的名誉的事情, 在推荐名额方面, 蔡云飞倒是不怎么担心, 以他所击杀的那些水贼的数量, 完全足以排进前十名, 关键是能否争得第一这个问题, 如果这次参加联合试炼的弟子中没有楚剑丘的话, 蔡云飞取得的第一基本上没有任何悬念, 只是多了楚剑丘这个变故之后, 这就很难说了。 从水浮中出来后, 蔡家和李家的试炼弟子便朝着那云州方向集合, 而楚剑丘和孟贤则朝着白水寨第五分寨方向飞去。 在路上, 白月向楚剑丘问起水浮中的状况, 他将知道水浮中白水寨还有多少人活着, 在水浮外面守了那么久, 除了第一批和他一起逃出水浮的白水寨弟子之外, 后面便没有再见到白水寨的舞者出来。 虽然白月也感觉, 此时还没有从水浮出来的白水寨舞者, 多半已经凶多吉少了, 但是他还是想从楚剑丘这里确认消息, 不过楚剑丘并没有正面回答他, 因为涉及白广的事情, 楚剑丘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 白月虽然没有从楚剑丘那里得到确切的答案, 但是他从楚剑丘的神态中也大致猜出了结果, 顿时不由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 这次水浮之行, 白水寨损失实在太大了, 能够存活下来的舞者实不存一, 最为关键的是顶尖经营尽失, 总寨那边的人几乎全军覆没, 这一亿过后, 白水寨的实力损失达到九成以上。 当他回到第五分寨的时候, 正在寨门口翘首以盼的阿宇和苏延湘顿时大喜。 在楚剑丘和白月离开第五分寨之后, 阿宇和苏延湘基本上天天都守在寨门口这边, 盼望着楚剑丘等人的归来, 毕竟这一次的行动充满了凶险, 他们对楚剑丘等人的安危非常担忧, 此时见到楚剑丘等人回来后, 这才放下心来。 楚剑丘这次来到第五分寨并没有停留多久, 便带着之前留在第五分寨的孟家弟子和苏延湘 离开。 秀美少女送楚剑丘到寨门口, 依依不舍地看着楚剑丘道, 阿丘哥哥, 你以后会过来看望阿宇吗? 楚剑丘看着他那双清澈明眸中的柔情和眷恋, 心中一软, 差点就答应了下来, 但是楚剑丘知道, 此时千万心软不得, 否则两人以后就真的缠家不清了。 阿宇, 十年之后你如果还喜欢我的话, 你再来孟家中找我吧。 楚剑丘最终只能这样回答他, 毕竟如果直接一口回绝, 对于秀美少女来说又太过残忍, 楚剑丘不忍心伤害他, 只能是留一个念想给他。 听到楚剑丘这回答, 秀美少女虽然危感失望, 但是毕竟楚剑丘不是直接拒绝他, 他心中依旧充满了盼头, 他深情地看着楚剑丘说道, 阿丘哥哥放心, 阿宇十年后一定会去找你的。 说着, 秀美少女忽然扑进楚剑丘的怀中, 紧紧地抱住他。 阿丘哥哥, 你要保重, 一定要等我。 楚剑丘见状不由一阵苦笑, 此时他还能再说什么, 他伸手轻轻抚了抚秀美少女的秀发, 说道, 你也要保重。 四大世家的人还在云州上等着他们集合, 楚剑丘终究不能在这里久留, 最终与秀美少女告别, 朝着天空中飞去。 秀美少女看着那一席青山渐行渐远, 心中生起无尽的惆怅与不舍, 不过, 想着十年后就可以重新见面, 秀美少女心中又好受了些。 秀美少女心中暗暗下决心, 接下来这十年中一定要好好修炼, 绝不能给阿丘哥哥拖后腿。 楚剑丘, 可以啊, 几天不见, 就又搁搭上了一个小姑娘。 在路上, 苏颜香似笑非笑地, 看着楚剑丘说道, 之前楚剑丘把他带到第五分寨交给秀美少女之后, 便匆匆离开了。 苏颜香虽然从秀美少女的言谈中猜到他喜欢楚剑丘, 但是还不十分确定, 直到见到刚才那一幕, 他才知道两人之间果然有猫腻。 当然, 苏颜香虽然心中有点吃味, 但也不会因此破坏两人的关系。 毕竟, 楚剑丘身边的女人又不止一两个, 多一个不多, 少一个不少。 而且, 秀美少女, 纯美善良, 他也不忍心去伤害这么一个纯真善良的少女。 只是, 他对楚剑丘还是存有几分怨气, 于是便忍不住出言嘲讽。 楚剑丘看着苏颜香那玩味的目光, 顿时不由一枕头皮发麻, 裴笑着说道, 苏姐姐, 你也知道, 这事我也不想的。 阿宇姑娘只是因为我救了她, 所以一时冲动而已, 等她冷静下来之后, 她便会清楚, 这只是她的感激之情, 并非真的喜欢我。 苏颜香闻言顿时不由翻了个白眼, 说道, 你可拉倒吧, 她是不是真的喜欢你? 难道我还看不出来不成? 阿宇是个好姑娘, 你可别伤害人家。 虽然她和秀美少女只有短短几天的接触, 但是对秀美少女这种纯真善良的姑娘, 还是非常有好感的。 楚剑丘不想再谈这方面的事情, 向苏颜香问道, 苏姐姐, 你身上有多少具水贼的尸体? 苏颜香闻言, 摇了摇头说道, 我这点实力, 不被水贼杀死, 已经算是万幸了, 哪里来的水贼的尸体? 楚剑丘闻言顿时把一个空间戒指交给苏颜香说道, 这里面有两百具水贼尸体, 你拿着它, 应该可以通过这次试炼的考核。 孟贤等人见到这一幕, 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 这是公然作弊啊, 楚剑丘听到这一阵倒抽冷气的声音, 顿时转头看了过去, 怎么, 你们不服? 孟贤等人连忙摆了摆手, 说道, 不敢不敢, 我们什么都没看到, 什么都没看见, 他们口中虽然如此说, 但是心中对苏颜香还是很羡慕的, 毕竟, 试炼的成绩决定的可是丰厚的奖励, 以及丰元学宫的推荐名额, 苏颜香没有去接这枚空间戒指, 看着楚剑丘说道, 你应该比我更需要这次试炼的成绩吧, 其实你不必为我操心这些事情, 这次的试炼, 本来就不是我自己想参加的, 是李公子硬要拉着我一起来的, 试炼成绩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用处, 楚剑丘文言顿时笑道, 你不必担心我, 即使我给了你这两百具水贼尸体, 依旧不会影响我的成绩, 这次的试炼成绩决定着丰元学宫的推荐名额, 既然有这样的机会就不要错过, 虽然不一定能通过丰元学宫的入门考核, 但是去看看也好, 苏炼香听到楚剑丘这样说, 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接过了楚剑丘递过来的空间戒指, 毕竟在不影响楚剑丘的前途之下, 毕竟在不影响楚剑丘的前途之下, 他也想经历更多的事情, 使自己的实力更加强大, 苏炼香十分清楚, 只有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 才能够陪伴在楚剑丘身边, 否则自己只会成为楚剑丘的累赘, 到时候, 即使楚剑丘不主动赶自己, 他也得回到南州去, 毕竟他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 而让楚剑丘有太多的顾虑, 就像这次的试炼, 如果不是楚剑丘事先在第五分寨中布置下了后手, 苏炼香感觉, 楚剑丘十有八九会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而放弃进入那个水浮中, 这样一来, 不知道又要让楚剑丘错失多少机缘, 苏炼香十分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只想自己成为楚剑丘的助力, 而不是成为楚剑丘的累赘, 众人返回云州后, 这次联合试炼的弟子便已经集齐, 云州开始启程返回景顺城, 楚剑丘在回到云州时, 发现那名忠家的尊者敬长老已经不在, 便悄悄向蔡云飞询问, 从蔡云飞的口中得知, 忠家那名尊者敬长老在见到没有一名忠家弟子返回时, 便已经拂袖离去, 这次的联合试炼, 忠家损失惨重, 所有试炼弟子全军覆没, 这是这么多届的联合试炼以来从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四大试家的试炼弟子中, 除了孟家稍微好一点之外, 蔡家和李家同样也损失惨重, 蔡家弟子包括蔡云飞在内, 只剩下五人, 折损达到四分之三, 李家弟子稍微好一点, 包括李湘君在内, 存活的弟子达到七人, 不过这是因为李湘君在水府中比较早遇到楚剑丘, 在楚剑丘的保护之下, 这些李家弟子存活才多了一些, 否则李家弟子只会比蔡家弟子折损更加惨重, 而孟家存活下来的弟子, 比起李家和蔡家加起来都还多, 达到整整十三名, 而那些折损的弟子还大多数是跟随孟怀的那些弟子, 这一次的联合试炼, 孟家成了最大的影响, 蔡安和李扬成看向楚剑丘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意思, 他们自然知道, 孟家之所以能够保存下这么多弟子, 最大的原因还是楚剑丘的存在, 这次的联合试炼若非是楚剑丘在孟家的队伍之中, 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就不是钟家, 而是孟家了, 蔡安和李扬成原本就对楚剑丘十分重视, 经过这次的联合试炼之后, 他们对楚剑丘不由更加高看了一眼, 能够让自身在险境中保存下来, 这只能说明实力足够强大, 但是在自身保存下来的同时, 还能保住身边人的安全, 这就不是单单匹夫之勇所能够做到的了, 这不单只需要强大的实力, 还需要高超的智谋和新兴, 众人在返回景顺城后, 便开始在蔡家的阎武场上统计战功成绩, 定出前十名的名额, 在统计到一半的时候, 钟壤带领钟家强者气势汹汹地杀了过来, 不知蔡兄此来有何贵干, 蔡安看着钟壤说道, 钟家弟子已经在此次联合试炼中全军覆没, 这次的战功统计已经和钟家无关, 本座此来没用别的意思, 只想要蔡兄把这小畜生交出来, 本座立即掉头离开, 钟壤指着阎武场中的楚剑秋冷冷地说道, 钟老匹夫, 你真是好狂的口气, 当着我的面索要我孟家弟子, 你真当我孟思松不存在吗? 孟思松看着钟壤冷哼一声说道, 钟壤文言目光阴冷地, 看了孟思松一眼, 不过他没有和孟思松纠缠, 只是盯着蔡安等待着蔡安的答复, 这里毕竟是蔡家的主场, 如果蔡安不答应, 他可不能从蔡家中带走楚剑秋, 楚小友毕竟是联合试炼的弟子, 钟兄这般无缘无故就要带走他, 这让在下很为难啊, 蔡安有些无奈地说道, 这小畜生用卑鄙手段, 暗害吾尔, 害得钟家弟子全军覆没, 难道蔡兄感觉这小畜生不应该给本座一个交代? 钟壤语气森然地说道, 四大师家弟子试炼过程中不得相互攻击, 这可是试炼的规矩, 不知道钟兄这个说法可有证据, 蔡安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暗暗吃惊, 虽然他猜测钟壤陨落在水府之中, 可能和楚剑秋有关, 但是此时听到钟壤亲口说出来, 还是有几分吃惊, 此事本座自然有证据, 钟壤冷笑一声说道, 他看向了炎武场孟家弟子方向, 孟怀, 出来吧, 你说说, 钟壤究竟是死于何人之手? 钟人听到这话, 顿时心中吃了一惊, 这钟壤想动孟家的人, 居然还让孟家弟子作证, 这是不是有点荒谬了些? 虽然孟思松和孟思源不睦, 但是这终归是孟家内部的事情, 孟怀不至于因为此事而出面作证吧, 在众人的目光中, 只见孟怀从人从中缓缓走了出来, 孟怀, 你可要想清楚了, 话可不能乱说, 孟思松见到孟怀从人从中走出, 目光中顿时充满了寒意, 孟怀文言顿时嘴角泛起一丝疯狂的笑意, 他抬头看着孟思松说道, 家主, 我自然不会乱说话, 我只会把事实说出来, 他在这次联合试炼中几乎一败涂地, 不但跟随在他身边的人死了个精光, 而且百毒宝囊中的剧毒也消耗了九成, 靠着他自己的力量杀死楚剑秋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忠仰此来的目的正和他不谋而合, 他又岂能放过这样的机会, 再把百毒宝囊的剧毒消耗了这么多, 都还完成不了刺杀楚剑秋的任务, 即使回到孟家也没有好果子吃, 那黑袍人不会轻饶了自己, 若是因为此事而影响到五皇子对他们这一脉的支持, 他们迟早也得被孟思松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所以孟怀根本就不怕得罪孟思松, 只要五皇子还站在他们这一脉的身后, 即使得罪了孟思松又如何? 况且他父亲孟思源要想登上家储之位, 原本就和孟思松不死不休, 在桃花园水府之中, 我亲眼看到是楚剑秋杀死了钟王, 而且还杀死了钟家的所有弟子, 孟怀的声音在演武场上空淡淡地响起, 在孟怀这声音响起之后, 整个演武场不由一计, 落真可闻, 众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孟怀, 想不到他居然真的出面作证, 孟思松目光寒冷地盯着孟怀, 他想不到孟怀为了除掉异己, 居然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 站到钟家那一边出卖孟家的利益, 今天这件事情之后, 无论楚剑秋的下场如何, 孟家都会蒙羞, 哼哼,听到没有, 蔡兄连孟家自己的弟子都出面作证了, 是否应该给我钟家一个交代? 钟壤一阵狂笑过后, 盯着蔡安冷冷地说道, 蔡安文言顿时不由一阵左右为难, 说实话, 他心中非常看好楚剑秋, 无论是楚剑秋的天赋心性, 还是楚剑秋与纯鱼石的关系, 都值得他向楚剑秋伸出橄榄枝, 但是楚剑秋与蔡家的关系, 毕竟还没有到让他不惜与钟家撕破脸皮的那一步, 如果钟家拿不出什么证据来的话, 他自然会站在楚剑秋那边, 也算是卖楚剑秋一个人情, 但是现在有孟怀出面作证, 如果他要维护楚剑秋的话, 相当于不顾联合试炼的规矩, 这无论是对他, 还是对蔡家的声誉来说, 都有很大的影响。 楚小勇, 对于此事, 你有何话说? 蔡安转头向楚剑秋问道, 楚剑秋淡然地说道, 钟翱向我出手在先, 我只不过是滋味反击而已, 这有错吗? 一派胡言, 你这话谁能作证? 钟让目光森冷地, 盯着楚剑秋冷冷地说道, 他不相信是钟翱对楚剑秋出手在先, 若是钟翱对楚剑秋出手在先, 以碎魂缩的威力, 楚剑秋又岂能活下来? 必然是楚剑秋先下手为强, 使用了无耻的手段偷袭了钟翱, 使得钟翱来不及使用碎魂缩, 这才死在了楚剑秋的手中。 我可以作证, 的确是钟翱出手偷袭在先, 梦贤毫不犹豫地站出来说道, 钟让淡淡地扫了一眼梦贤, 冷然说道, 你们梦家的弟子, 自然会站在这小畜生的一边, 你的作证没有可信性。 我也可以作证, 楚兄说的话的确是事实。 此时又是一道声音在演舞场上响起, 声音轻悦柔和, 悦耳动听。 众人朝着那声音望去, 见到居然是李湘君站了出来。 钟让见到这一幕, 脸色顿时不由沉了下来, 目光冷冽地盯着李湘君说道, 李贤侄话可不能乱说, 说着一股强烈无比的杀鸡朝李湘君笼罩过去, 在这股强烈杀鸡的冲击下, 李湘君脸色不由一白, 向后腾腾腾地退了几步, 钟老匹父, 你当本作不存在吗? 李扬成见到自己女儿吃亏, 顿时怒哼一声, 身上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 朝中让身上压去。 在李扬成的庇护下, 李湘君顿时压力大减, 脸色恢复如常。 虽然, 李扬成也有点意外, 自己女儿怎么会站出来为楚剑秋作证, 但是, 既然他站出来了, 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自然要无条件支持他。 李扬成除了要李湘君女扮男装这件事情之外, 平时对这个女儿宠溺到了极点, 几乎是有求必应, 这也就使得李湘君的形势有些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 就连联合试炼这种大事, 李湘君要让苏延湘插一个名额进去, 李扬成也是顶着族中的巨大压力, 满足李湘君的要求。 李兄, 这是要和我们钟家作对。 钟长冷冷地看着李扬成说道, 对于李家出面站在楚剑秋的一边, 钟让韦试是大出意料之外。 不是说李湘君和楚剑秋为了争夺女人赤铜水火吗? 这一出又是怎么回事? 我李家人不会站在任何一边, 我们只站在事实的一边。 如果事实真是楚小友, 无故对钟傲出手在线, 我李家自然也会支持按照规矩办事。 李扬成冷然说道, 有了父亲的支持, 李湘君胆气一壮, 顿时把当时的情形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在听到李湘君的这番话之后, 一众尊者竟强者, 这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顿时纷纷出言责骂钟傲的无耻, 居然在联手对敌的过程中, 对楚剑秋偷偷出手偷袭。 在听到李湘君对那道黑芒的描述后, 蔡安、李扬成和孟思松顿时皆是纷纷望向了钟攘。 这老货好生无耻, 居然把自己的本命法宝碎魂缩交给自己儿子, 让他在这次联合试炼中使用。 这显然是钟傲对楚剑秋出手早有预谋, 并非是钟傲一个人的心血来潮, 连钟让自己都掺和了进去。 只是当他们听到楚剑秋在中了碎魂缩之后, 居然还能若无其事地存活下来, 脸上都不由闪出一抹精柔。 这小子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了。 作为四大世家的家主, 他们对碎魂缩的威力如何自然一清二楚。 虽然钟傲使用起来远远不能发挥出碎魂缩的真正威力, 但也不是一个居居神人静武者能够抵挡得住的。 即使是神灵静强者, 挨了钟傲碎魂缩的那一击, 神魂也带重创。 听到众人的出声责骂, 以及见到蔡安、李扬成和孟思松三人那古怪的目光, 钟让脸色顿时不由, 一阵清一阵白。 李贤直, 此话是否太过严过其实了一些?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小畜生就会一点事都没有。 蔡贤直, 你当时也在场, 事情是否真是如此? 钟攘游子不死心, 他认为李乡君和楚剑秋暗地里达成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可能是楚剑秋以让出苏炎香为代价, 换取李乡君为他出言作证。 李乡君此子风流成性, 好色如命, 为了女人什么荒唐事做不出来。 蔡云飞本来不想掺和此事, 此时见到钟攘逼他出面作证, 他只好站出来说道, 事情的确如李兄所说的那样, 李兄所说的话, 句句属实, 并无夸张的成分。 蔡云飞虽然并不想站在楚剑秋那边, 但是他又不愿违背自己的内心说谎, 也只能是按照事实如实到来。